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看一看快狗打車 或者大家也會叫做Google Run 今天第一天上市 想和大家看一看股價 和對比其他類近公司的質地是怎樣的 拍片這一天是6月24日 今天快狗打車第一天上市 但股價已經跌了兩成 算是比較跨的一隻 這半年新股都沒有什麼跌超過兩成 我印象中有一隻支付和物館股 跌超過兩成 主要兩隻都是受著板塊因素影響 快狗打車近期都沒有什麼板塊 特別消息跌得兩成 所以真的蠻誇張的 加上新股和舊股有點分別 因為新股會看回應購配數去決定散戶 和國際配售拿多少貨 通常現在近這半年都沒有什麼新股 是會超過一倍數過15倍的 所以散戶只會拿到發行量的一成的貨 其實九成的貨都會被國際配售吃光 換言之 當散戶拿得少貨的時候 短線股價正常不會很大 因為九成的貨都被機構拿著 或者專業投資者拿著 那你專業投資者拿著這堆貨 那對這堆貨怎麼都有點少認識 加上如果是可能包銷商的 要找一些機構或者專業投資者吃豬頭骨的 怎麼都會有些利益給他 所以其實一般來說 如果在這些這麼沉寂的市貨 其實在散戶拿得這麼少的貨情況下 其實跌兩成都可以挺誇張的 其實相信有些國際配售可能 可能今天已經沽了一些貨 但暫時說得不可以說太實 因為首先要等了CX過多兩個交易 等CX的情況出來 才可以斷定到其實今天跌兩成 沽貨的是什麼人 看一看股權架構 始終GoGoX都是過百億cap 和一間初初公司 所以股權架構會很分散 因為很多風頭公司 在之前投資過下去 所以就不存在股權歸然歸變成 一定是散修修的 看一看最主要就是2018年 跟500銅城合併出來的 現在這間新公司 所以現在大部分股權 都由500銅城拿著 但其實500銅城上面 股權架構已經很複雜了 因為其實500銅城自己 本身在美股都有上市 加上500銅城本身 都會有騰訊 和阿里巴巴都持有著 其實換言之就是 騰訊和阿里巴巴 其實是間接透過500銅城 持有GoGoX 其實每篇都有10%股權 其實都不少東西的 這個就找了類似少少的公司 和大家去比一比一隻快狗打車 分別是一隻 YMM滿邦和 DiaDia迪迪 首先滿邦 其實滿邦都是一些大陸 做貨員服務的公司 市銷率其實不差得很遠 最大差別是市銷率 其實滿邦現金 比法友打車會有很多 不過其實業務上也會有少少不同 其實法友打車主要是做出租業務 即是出租FORRAN服務業務 其實滿邦YMM這公司 除了做FORRAN服務之外 另外會有很多不同複雜的業務 有些會借錢 其實兩個業務會有差異 滴滴方面不需要多說 市銷市場也比快狗打車 不過他已經退市 看看是甚麼時候要回來香港 還是會怎麼嘗試 不過現在也會看到有些 OTC市場市場 會在討論這支股票 不過是被國家打殘了 估值也會低很多 所以找滴滴比未必很適合 另外快舊打車和這兩家公司有不同的地方 這兩家公司主要是打內地業務 快舊打車是一半一半 一半會去內地業務 另外一個會打國際市場 香港 印度 外國 很多地區都會有 換言之你可以當快舊打車是給這兩家公司多出來的股值 多出來的Premium 你當是買一個在外國發展的Premium出來 其實主要都是在銷售十年美夢 好像一年前一樣 科技公司銷售十年後 可能會怎樣買一個包裝 一個十年的美夢去售賣 其實看大家是否相信這件事 這件事真的很主觀 其實你當日價去買這件事便可以了 最後想和大家說少少八怪事 就是五個原股東 即是Finder 林凱元 林凱元 其實似乎在上市之後 持續的股權很少 其實林凱元本身持續的公司 就是Google Rain Cayman 這間公司經過上完市 集完之後 只剩下16.69%股權 但這個上面會看到一句 招股書 你會看到其實 沒有一個股東拿超過三分一股權 其實換言之 這裡 林凱元最多都是拿大約5% 多一點股權 其實以一個Finder來說 其實真的拿得很少貨 另外一件事 看不到林凱元 其實在半招股書裡有權益披露 因為如果你持股超過5%的話 其實港大數規定 你一定要有權益披露 去Discord你有多少持股 即是換言之 他有很大機會 是拿著的股票 是不足夠5%的 暫時來說 另外看回HKX那邊的資料 就因為現在剛剛去上市 就未update的資料 所以看不到那邊的權益披露 但實際情況 最好看回那邊的權益披露 會再好一點點 等到update之後 但其實我計算一下 應該是拿不到5%的股權 換言之 其實他在上市的過程中 都被人追求得很淡 其實對比 如果類似的初創公司 Finder通常都不會拿著 那麼低%的股權 即使你拿著那麼低的股權 都會有同股不同權 令到你本身的元股東 會有比較大的投票權 但在這個情況 其實林凱元拿著股票少之餘 而且沒有一個跟股不同權 特別多的投票權 其實換言之 這間公司 已經給了500同城的控制 實際 哪個控制人 就要看500同城 現在的股權架 就要求誰是控股的股東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上市的過程中 集資比較急 所以就被人吃著去上 加上可能就 其實林凱元現在才好像36歲 去幾年前 都只有30出頭 可能始終不夠壓力 去跟風頭基金去 跟單單交易 被人吃著上 所以才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了 這次講GoGoEx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看一看其他新股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